天后李文在7月5号金船过世后 留给外界无限的不舍和思念 除了月底即将在香港举办的告别室外 台湾粉丝也举办了追思会 相聚在李文生前最爱的淡水一起合唱 U&I 隔空像永远的偶像含泪告别 而在Coco离开后 所留下大约40多亿的庞大遗产 后续将如何分配也受到关注 据港媒报道李文生前有钱 长命气 表示在她过世后 财产应该会直接转给妈妈或姐姐 老公Bloose恐怕是无法分道 而至于Bloose的两个女儿是否有继承权 律师李一针日前在节目中也表示 由于李文生前并没有小孩 关键在于和Bloose结婚后 李文是否有和两名妓女去办收养程序 如果有的话两名妓女才会有继承权 如果没有在法律上就只是应亲的关系 其实是拿不到就可以毛钱 日前也传出Bloose想找律师来推翻李文的遗嘱 不过由于强命气的签署 配偶跟妓女的继承权将找到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